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觀眾早晨 歡迎收看三月十七日 星期一早上的天氣報告 我是楊瀚賢 廣東沿岸的東北孝風 在週末期間已經緩和了 昨天星期一開始 我們已經受到一些比較暖的海洋氣流影響 實際上昨天日休息的氣溫 比起星期六又升了兩三度 來到今早早 我們看到氣溫都是一個比較和煉的狀況 大部份都是在17至19度之間 市區今早早最低氣溫是18度 至於能見度方面都受到影響 因為海洋氣流也為我們帶來一些比較潮濕的天氣 今早早見到一些薄霧 而部份地區的能見度 在赤立角那邊 能見度曾經下降到3000米以下 大家若要駕船的話就要小心一些 至於天色方面 我們回顧從週六到週日 兩張高清衛星圖片就留意得到 基本上在沿岸地方 包括香港的雲層 就開始變得組織比較鬆散 來到今早早 我們看看最新的衛星雲圖 大範圍也見到 在華南沿岸其實雲量不算太多 今天有機會見到一些陽光 所以預測香港方面 今天將會大致多雲 但部份地區能見度是頗低的 至於日頭將會是部份時間有陽光 氣溫最高可以上升到22度左右 就會吹一些和緩的偏東風 未來幾天的情況 我們先看一些預測的雲量預報 我們雲量預報圖見到 雲層由西面飄過來之後 會逐漸向東面移過去 未來一兩天 在華南沿岸仍然雲比較少 至於地面的情況 我們短期內都會繼續受到海洋氣流影響 天氣不單暖 而且亦都比較潮濕 但留意到本州後期 隨著一股東北國洋風抵達華南沿岸 屆時我們的氣溫 就會由現在比較暖的情況 又會開始變回一個比較清涼的狀態 亦都展望香港都不例外 未來一兩天 我們就部份時間有陽光 不過同時也是潮濕有霧 去到本州後期 就受到一些東北國洋風影響 我們的天氣又會開始變回涼 大家在春天的時間 現在要留意多變的天氣 好了 這節天氣報告完畢 多謝大家收看